大街上水处可见电线赶上是张贴了像这样子的广告 不过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是违法的 不仅是影响市容也让清洁队员相当头痛 为此台中市环保局和中芯大学资工系来合作 研发出了一套AI影像辨识的取缔系统 4秒内就可以侦测到行为人的车牌 立即通报警证系统 以求追人提高违规广告物的清除效率 将一张张广告张贴在电线赶上 这种违法行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为了不影响市容也减少清洁队员疲于奔命 市府环保局首创AI影像辨识取缔系统 台中市一天将近有1万张 我们拆掉1万张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跟中芯大学资讯系吴主任合作 那我们开发了物件追踪软体 也就是说这个电线赶不应该有其他的广告物存在 一旦它出现了 电脑马上会把录影存证车牌一并记录下来 那就可以节省掉我们非常多人力的时间 环保局与中芯大学自公系合作 引进AI物件追踪系统 并与监视器画面连结 只要有人在路上出现张贴的行为 时间地点车牌号码等影像资料 随即传送到相关人员手上 一侦测到这个有广告出现的时候 我马上就把这个画面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现在目前是先透过email的方式 把这个时间地点跟贴了几张广告 还有它的影片即时的就先发送到相关同员手上 即时处理这个状况 目前这套AI系统测试辨别成功率超过九成 先以三大违规张贴热点开始取缔 包含南区公学路 北屯区的昌平路 以及南屯区文心路一段 判借此让违规张贴广告行为彻底消失 记者中市定台中采访报道